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是想回去 我大声地说 我还在你肚子里的时候 早上不用那么早起床去上学 而且你会一整天都想着我 可是我已经一整天都在想着你了呀 妈妈假装很生气地说 等我回到你的肚子里后 你会更加想念我的 我得意地说 可是你肯定会很快就会觉得无聊的 妈妈试图说服我 才不会呢 到时候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假如爸爸把手放在你的肚子上 我就跟他做游戏 我还会踢你的肚子 每次我一踢 你就会喊 我能感觉到他在动耶 我嘟嘟嘴巴说 晚上我再也不用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我可以听大人们讲话 我还能透过你的肚脐眼看电视 所有人走过来看你的肚子都会问 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你小家伙的名字叫什么 什么时候出生呀 我继续说道 我总是觉得相比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大人们其实更喜欢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宝宝 当我非常非常想吃 草莓味的冰淇淋 或者淋满了番茄酱的超大盘的意大利面食 我会一直想一直想 直到你也想吃为止 太美味了 说着我忍不住舔了舔嘴巴 可是如果看不见你 我和爸爸会伤心的 妈妈有些不舍地说 这不是问题 假如你们真的想见我的话 只要到医院里去看一个小小的电视屏幕就可以了 那个东西叫做超声波 到时候我会给你们一个灿烂的笑容 还会做各种有趣的手势 说着我从妈妈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那你什么时候再从我的肚子里出来呢 妈妈有点担心地问 再也不出来了 我回答 可是我想看着你慢慢长大呀 妈妈说 我会在你的肚子里一点点长大的 别担心 那我肯定会很快变成一头大象的 妈妈做了个鬼脸说 叮咚 妈妈 有人按门铃 我大喊 应该是你的朋友们来为你庆祝生日了 妈妈说 快快 我去开门 我着急地说 那可不行 你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可没这么自由的 只有我去哪儿 你才能去哪儿 妈妈说 重新回到妈妈肚子里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 假如我真的回去了 要怎么拆礼物呢 怎么把生日蛋糕的五根蜡烛吹灭呢 又怎么和我的朋友们玩游戏呢 我知道你为什么想回到我的肚子里去 因为大家都在期盼着我肚子里的宝宝诞生 你有点嫉妒肚子里的小宝宝 妈妈说 是的 它离你那么近 你可能爱他比爱我更多 我有点失落地说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妈妈爱我和爱他肚子里的小宝宝一样多 只是小宝宝还很小 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照顾 妈妈给了我大大的拥抱 然后让我用耳朵贴到他的肚子上 我说话的时候 肚子里的小宝宝会在里面动 我想那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他的姐姐呀 好了 小朋友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 我们明天再见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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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